日本的索尼社长放屁了 说那个中国的电车没有技术可言 他是不是说中国还是说日本的 如果是说你的日本啊 你们日本电车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这我同意 你要说中国的 说我们国产没有技术可言 那你纯属放屁 那我问你呢 外贤是不是比你日本车好看呢 那次是不是比你们豪华呀 一个人坐在车里面 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里面 得看那次心情的舒畅 豪华感更有面子 科技配置比你高吧 要啥配置都有啥配置 先说车内这个配置 在车内不用连手机 所有软件随便下载 随便用流量还免费 而且那个屏幕它还能控制 那个所有的车机的功能 你有吗 你告诉我你有吗 人说那妈冰箱什么大彩电子 跟大沙发 沙发做的舒服安全 就比你们日系车强 冰箱不是每个车都有的 那个高配上才有 大彩电是这个人机交互系统 就是比你们日本车强了 你们一堆黑塑料就要有技术了 哎呦我的天 电脑黑白子都会骂 这个像你们造假的功能 确实不如你们日本人 实在不行 就基于一个功 你们咋不去死呢 我这么骂你这个 这个索尼社社长 能不能一不小心自杀了吗 再告我一个侵犯你名誉权啥的 啊我不怕你啊 如果中国法律连我骂小日本的都要 让我赔偿的话 那就简直就是 不可能啊 根本不可能的事 可远了啊 说车 如果说我们车没有技术的话 为什么零百加速比你们快多了 动力比你们强健 续航比你们长 哎 闪电系统 很多都是我们自主的 为啥你们日本没有呢 还不承认嘴硬是吧 如果说我们没有技术 那你们销量怎么断崖式的下滑呢 丰田本田 什么高端品牌 雷克萨斯啊 做卖的 咋都没了呢 以前加价卖的啊 现在那个 嗯 买哈拉拉 这卡罗拉都没人买了 是不是 打个比方啊 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那你说没有技术 怎么卖这么好 谁瞎呀 你就是啥也不是 故意抹黑我们 你赶紧去死吧 对了 看看你们那个 日本电动车 哎呀 我们比亚迪上东京车 你们那个疯天张难的 看那表情哈 一叫我死的表情 震惊吗 啥也不是吗 哇 牛鞭